这些大部分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在看 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小朋友 他们不看闽南语剧 因为他看不懂 听不懂 然后加上现在有很多闽南语的这个翻译 就写成这个国语啊 很多字连我们这些学中文的人 也看不懂 也念不出来 那相对于其他的语文 比如说原住民的这个语文的推广 母语的推广 原住民文化的推广 还有这个最近呢 几乎电视上常常都有这个客家语的这个广告 这个出现 那很多民众就跟我们反映说 再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台湾整个文化发展 这多年来又跟中国大陆呢 现在已经开始交流 那很多人就担心呢 在这个过 未来呢是绝对呢 有争无减 那很可能呢 我们台湾自己本身 最具代表性的闽南文化的这一支那很可能就会怎么样 全部被取代掉 部长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我们要去避免啦 实际上本土化也是我们教育政策之一 那透过母语的教学呢 在小学都有一个礼拜一节课 他可以选择 这个闽南客家原住民的语言 甚至我们现在最新住民的 新移民的这个越南 泰国是印尼的 如果说有相关的师资 也可以学校引起专案开课 这是他们的母语 所以我想这个母语还是不能忘了 还是不能忘了 其实呢 每一种母语都非常的好 它也来自于每个不同文化 这个艺术生活 各方面 但是因为台湾啊 过度被政治操作了 没有错 所以就会把某一种文化呢 归类为某一种政党的 这个图腾代表 所以呢 就会有很微妙的 这个抗拒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兼容并需 教育应该不要意识心态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多花一点心思 而且呢 应该藉由教育的力量 把些不需要的 过度的政治的干扰 把它去掉 反而让它呈现出那 各个母语呢 它美好的一面 而不要呢 刻意去 去针对某些语文 或者是 这个 不同的族群啊 做不同 当然 比较少数的 我们已经都有什么 特别的委员会 或什么的 但是如果不设委员会的 这些 像闽南语 这一类型 我们更应该要把它 多加以 这个推广 因为呢 其实它在台湾 所占有的 这个比率 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过去以来 一直以来 其实也是台湾最大的资产 所以我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多加强 在语言政策方面 教育部是秉持 推行国语 然后呢 这个加强母语 强化英语 那么外语 这个同时兼顾了 我想部长有注意到 我们就希望部长能够多加强 另外就是最近呢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儿童人权的问题 那么也想办法呢 要做一个修法 那尤其在最近这一年以内呢 我们看到真的让我们非常痛心的 这个儿童遭受到这种人权的侵犯的 这些不幸的事件 那我们把它终归起来 其实呢 儿童会被这个侵犯的 往往都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那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那教育这一块是绝对责无旁贷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责任 都往这些教育人员 全部架构在他们身上 所以有些时候也不尽公平 因为实际上呢 这些教育人员呢 我相信他们都非常爱儿童 他们才会去从事这个工作 他们也乐意来关注 但实际上他们担负的工作非常的多 那所以呢 在这个我们在修法过程里面呢 也是再三斟酌 那么到底呢 要赋予这些教育人员多重的责任 这是我们一定要考量 但是这个部分呢 又是教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 儿童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第一个接触到除了家庭学校 跟他周边这个相近的环境的人 如果给予私语他这个侵犯伤害 残害的话 那对这个孩子来讲 整个教育就等于毁掉了 那因此呢 这个重要性呢 我希望呢 除了这个教育人员除了第一时间 做这个观察通报 跟第一时间的处理之外呢 我觉得既然是教育单位 这个教育落实在这个儿童人权教育的这个部分呢 我希望呢 我们不要再只是做一个宣传 或者呢 是办一些活动 然后找几个人去把那个标题贴一贴 然后就算数了 这绝对没办法让孩子真正受到保护 我觉得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因为遭到侵犯的 很多是来自于他的父母近亲 他自己最爱的人 也是保护他的人 这是很吊诡的 然后呢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教育的单位 这也是让我们很痛心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孩子本来应该保护他的人 变成是加害者的时候 那唯一能够让孩子脱离这个痛苦 得到公平的对待的 那就是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教育要从唤醒孩子的 自我保护 自我人权的意识 那这个一定要在校园里面来教导 那这个教导不只是教导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毕竟还是弱势的 还是不够足够的能力来协助自己的 那于是呢 教育应该包括他的父母 他周边的包括警政单位啦 包括社工单位啦 都一起要来协助他们来做这个比较具体的教育 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希望啊 这个儿童人权意识的建立 是教育最重要让孩子第一时间能够站出来 来这个捍卫自己的这个人身身体的这个权利 谢谢杨伟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怎么样 让周边的人能够尊重儿童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人权 所以我在这边建议啊 我们不是经常有什么家长日吗 对家长参观是 家长日呢 现在我们通常去的时候都是谈孩子的健康啊 这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孩子的学业是最主要的啊 我们通常只着重在这 那我希望在儿童的人权自我保护啊 避免被尤其是性侵害被侵害 甚至校园的霸凌等等 这些要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部长你怎么看呢 是谢谢杨伟 你这番讲话我很感动 真的儿童的人权意识啊 这个提升 给孩子正确的人权意识 自我的保护 这个教育呢 是要再加强 我们过去做了确实有还不足的地方 所以一方面家长怎么样来保护孩子呢 透过家长教学参观日 透过家长成长团体 家长本身要自我成长之外呢 给孩子告诉他怎么样保护自己 哪些你要拒绝的 即使是你的亲人 这涉及到你的人权 你的人身自由权要提出 给孩子有些认识 我想我们要加强 部长你既然也都注意到 那我就要再比较深入一点讲 就是说其实这个意识啊 就像种子 你今天小的时候给他丢下这个种子的时候 他会慢慢成长 但是你要不断的怎么样 你要告诉他你的脑筋里面 我有给你丢这个种子 那你要去浇水 你要再接受阳光 九年一贯课程 有这个人权 跟性别艺术 这个我跟你讲 学生拿来就是把它背起来 然后写考卷的时候 写一百分他就浇卷 他就认为他得到 这个不对 透过老师的教学来提醒 我现在希望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情境设计 包括这个我希望 现在就要开始做 不要再等 或者是写宣传 写课程 然后考完试以后 这个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重视 这个所谓伦理 孝道 如果今天 案子发生在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近亲兄弟姐妹 长辈 这个孩子如何自主 这个东西要交给他 那我是建议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所谓的workshop 就是工作坊 有一个情境设计 让他实际去操演 因为孩子他实际操演的时候 他才知道原来 这件事情是 他可以自己站出来讲 自己来做 那你甚至 这个课程都应该要模拟 每一个班级 那甚至校园的霸凌里面 可能产生的这些情境 都应该给他模拟一次 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 所有的人 除了他自己允许 没有一个人可以去侵犯他 这些东西要很具体 而不是说你有课程 你将来有这个考试 他可以答案写出100分 这个是没有用的 课程是提醒老师教学 要重视这些议题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要求部长 情境设计 这我们 我自己也是国中老师 对对对 小学 周三的进修 周三下午 其实老师可以 刚刚你讲的workshop 把这些当作 一个情境性的讨论 告诉他们 怎样去主导学生 碰到这些问题 该怎么去做 危机处理 还有就是破除他们 对于我们过去 所谓 当然这个 要很技巧性的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发生的是 自己的近亲的时候 往往是会被压制下来 很冲突的 那这个孩子 以后的人生 就很头痛了 对没有错 而且对他来讲 是非常不公平的 将来他也会是 加害者 这个是我们在很多的 犯罪的案例里面 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想学教育的人都了解这道 那我是希望 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设计一个情境 让每一个小孩子都去模拟 都去知道 万一有一天 他身立其境的时候 部长 他可以立刻 获得该有的 可信任的 可执行的 哪些的人 哪些的机构 哪些的单位 在第一时间里面 在未来的补救的 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以怎么样 去寻求协助 这些请你用很具体的 教学 模拟 演练的方式 就像救灾一样 如果及早让孩子 有这样子的一个 亲身体验的时候 我相信在第一时间 他不会被压制下来 他也不会被怎么样 被这个 无知呢 让他 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受伤害 教育部在99年度 有个儿童 少年保护亲子学习的创意教案的增稿 要家长呢 要老师呢 他们提出 那个血没有用啦 我一再强调要真实模拟 好不好 真实模拟的东西要出来 让他直接感受 直接知道 直接自己就是主角 他就知道怎么做 好不好 好 谢谢杨委员